金山区三河国小有一栋校舍因为长期吹海风加上校舍老旧年久失修 墙面都斑驳窗框也都歪曲变形 为此市议员张景豪也来到学校勘察 实际来解状况未来也将给予整性的协助 让孩子们上课环境变得更好提升孩子们的学习效率 金山区三河国小的乐活教室与美术教室是孩子们每周都会使用到的教室 只不过因为金山吹海风加上校舍老旧年久失修 让墙面变得斑驳窗框也都歪曲变形 为此市议员张景豪为了要让孩子们上课环境变得更好 提升孩子们的学习效率 近来也到现场来勘察了解状况给学校最实际的帮助 这一次非常感谢张景豪议员能够提供他的配合款 来协助学校做美劳教室的整个改善 包括我们的柜子 我们的青钢架 我们的臂癌的处理 让整个美劳教室可以焕然一新 美劳教室顾名思义 我们就要让他美美的 希望经过这样子的改造之后 提供孩子一个能够发挥创意 然后可以创造出更好的一个作品的一个环境 三合国小的操场 另一侧有一栋两层楼的建筑物 一楼是乐活教室 让孩子们体育课若是下雨就可以到室内活动 而每年还会有一次的室内游泳课程 而二楼的美术教室 更是孩子们只要没劳课就要过来 而墙面斑驳木柜发霉变形无法密合 希望透过议员的协助 可以让学生的教学场域变得更好 这边因为从民国75年新建到现在 一直呈现的一个比较校舍需要整修的状态 那所以警察听到这边消息 赶快来这边关心了解 那警察也承诺学校会用自己的建议款 来补助学校做一个修缮 那除了我后面看到的一些窗台 还有里面的青钢架 还有它的照明 还有它的桌椅柜子 整个会把它做一个更新以外 就是楼下的一个热火教室 有需要整修的一些壁癌跟它的一些硬体设备 我们都会给它做一个更新 那也是希望说让我们的偏乡 我们的学校 学统能够在一个安全 一个舒适的环境下 可以快快乐乐在这边做一个学习 另外三合国小的教学大楼 已经摄有部分的雨遮 在下雨的时候 可以阻挡雨水喷进走廊 让走廊不至于湿滑危险 不过不连贯 也让校方感到相当的困扰 因此在市议员的协助之下 渴望将这里的雨遮连续做齐 让爱下雨的天气 孩子们在走廊活动都不怕湿滑 让学生在学校学习 有更舒适与安全的空间 记得到平行金山采访报导